今天呢我们说一说关于这个现代民主、大众民主和大众民主外交的一些问题 常看我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我是一个反对民主的人 那么对于民主的定义我们要仔细看一下 就是说 现代民主、现代西方民主跟古典、雅典时代的民主 或者原始社会民主是完全两个概念的 完全两个意思 我反对的民主当然是现代社会的民主 就是说 今天这种西方社会的这种民主形式 人民的意见 人民对于国家政治的态度极大的影响和遏制政治体系的运转和功能 这种社会方式是我反对的 那么这个民主这个概念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本身在共同体内部参与 共同体建设的这个付出的义务是相等的 故此在共同体发言的权利也是相同的 这就是民主的根基 在原始社会所有人都是民主的 这是一点问题 就正如我们伟大的马克思同志正确指出一样 原始社会是民主的 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民主的 在介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文明的发展期间 是没有民主的 那么 好 明白这个民主的这个根基 从司法学上的或者从社会学本质上的根基 我们就明白了 现代的民主是一个巨大问题 就是说共同体内部的成员并没有发挥同等的义务 但是他们却制造了 至少在法律意义上 至少在宪法意义上 他们却拥有着同等的权利 当然了 这个是产生的很多问题 就是所谓的精英政治造成的一些问题 精英政治造成的问题 今天就不多说了 总之精英政策造成的很多问题是平民不能接受 而且是极其反对的 那么 又因为平民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在共同体内部地位或者贡献稍微比较低的一些人群 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在国家力量上的 在共同体内部地位上的这种 发言权比较少 所以呢他们成为了相对的弱势群体 因此他们对国家抱有着不满 甚至会产生一些这个暴乱 当然这种情况就是共同 内战的情况 共同体分裂的情况是在很多国家 在所有文明 从古到今的所有文明历史中都会产生的 都会 今天最简单的就是美国这个白左的美国 跟红脖子的美国 这个之间的内部冲突 终将会形成内战 那么 这不是民主造成的 但跟民主有一定的关系 我说的对民主的反感就是 今天所说的 比如说像民主对于内政或者对于外交的那种干涉 因为 民主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所有人 既然都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 那到底谁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呢 千口之家得有一人做主 所以你说往东走 我说往西走 他说往南走 他说往北走 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 那么怎么办呢 就要按照多数选择权利 但是多数选择权利又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在这个国家啊 26%的人认为嘛 要往东走 其余的人都只有24% 那么 按照多数选举的这个策略那当然就是26%的人 这个往东走的这个意见成立 当然了 这个民主的运转不可能像我举这个例子这么简单 他们之间会妥协会协商可能往东南或者是 反正总之他们会妥协啊 通过所谓的像川普所谓的这个沼泽 华盛顿的沼泽和深层大鳄他们之间的这种勾兑 阴谋勾兑 形成了啊 国家的决策 但是仍然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舆论 民众舆论 大众舆论 会对向东走 向东走这个政策有不满 26%的人满意了 其余74%的人不满意 那么这74人就会反对 所以民主政治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举这个例子 当然数字什么都是随便编的 咱们可以大概类似可以 你可以是34% 可以55%甚至是 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是不满的 而不满的人 不可能少到只有1%2%点少数 他总是至少占总人口 或者占选民人口的40%以上 民主国家里头的一个政策 或者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能有55%的这个支持率 已经相当相当不得了 那就是万众 可以说是万众瞩目了 大家都同意 所以当然了 外交政策也会造成一个很多东西 而且就是民主政治 在很多问题上 它只讲究正义和邪恶 并不讲究具体现实的问题 因为具体现实问题 是由政治家来操作的 我们民主的民意 所谓的民意是什么 民意制造要求 我们要求这件事 我们要要求经济永远上涨 我们不管用什么手段 但是你不能用邪恶的手段 你要用邪恶的手段 我们不答应 丢我们的人不可以 经济要永远上涨 手段还要光明正大 而且还要使各方面的利益 各方面的猪肉桶不能减少 使各方面都能满意 请问政治家怎么做这个操作 这是很困难的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 政治家总是受气 原理就是永远摆不平所有的 这点就体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优越性 谁不满意 我宰了谁 对不对 看又敢不满意的吗 所以中国共产党永远是受万众拥护的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 同时共产党认为自己能够胜利 也有一个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 党的政策可以随时的都贯彻执行 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是如此的深谋远虑 是如此的正确伟大 所以我们政策能永远胜利 因为我们不像西方那些国家领导人 尽管他们的领导人也可能很正确很伟大 但是他们的政策却永远被万恶的这些 人民和市民所诟病 因为民意的影响随时要调整他们的一些策略 这样的情况下 你怎么把你正确伟大的方针和政策 一直贯彻执行下去呢 肯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正确伟大的策略可以执行 而西方领导人的正确伟大策略不能执行 这就是我们将终将战胜西方的重要原因 但其实这个共产党说句话没错 但是共产党忽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自己认为他的政策是伟大正确的 但是他的伟大政策 因为共产党不允许有意见的这个原因 即使他不是正确伟大的政策 底下人也只能说是正确 比如像我们敬爱的习近平的某些政策 很明显并不正确也不伟大 但是底下人一定要把它说成是正确伟大 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像十分愚蠢的政策 在没有内部调节的情况下 他将会长期的被贯彻和执行下去 而且人们还要歌颂他是正确和伟大的 而民主政治 无论你的政策多么愚蠢 或者多么英明 根据下层社会的互相的决斗 互相的决力 互相的这个平衡 会把这个政策平衡到适合于社会微环境的这种状态 那么这个过程中当然是有很多勾兑的 但总体来讲 不会使一下特别英明的政策贯彻之心 也不会使特别愚蠢的政策贯彻之心 总之 他调节到适应社会的一个构成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并没有像共产党 我们伟大的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想象的那么软弱和脆弱 原因就是在于他的在这个微调的环境之中 实际上是并不像共产党或者是专制政府想象的这么 这个这个不可救药的 但是有一点 这个民主政治是有很大问题 就是关于外交这方面 因为今天乌克兰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我看到了乌克兰 我就想到了这个关于民主外交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说到说到这个 这个话题相关的话题 我反对民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 我反对这种一切僭越上帝主权形式的 无论是君主制寡头制还是这个民主制 那么这当然是从法理的精神 也就是说孟德斯鳩里头所谓的宪法精神 去延伸解读国家权力来源的这个制度 那么我当然是反对所有的这种 我赞成的就是 首先就是政教合一的 第二个就是政权跟教权要密布分裸 相互勾欠购式的结构 像马赛克尔一样欠购式的结构 互相能够影响 教权跟神权和政权 不能分割就像人的灵魂跟肉体不能分割一样 第二个就是 这个教权可以干涉世俗事务 当然了 世俗政权也可以干预教 他们彼此是互相决利的 互相这个就像这个民主政治本身一样 是通过彼此双方的这个博弈之后 最后达到一个最大可能性的平衡 当然了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主义 也不可能有完美的一项政策和社会机制 社会机制的自动调节 就证明了这个社会原先的东西 不适应这个社会 但是人类是永远不可能追求到一个完美社会 但相对于我来讲 我认为 这个主权的概念 在上帝内 由此教会必须干涉 世俗万恶的世俗政权 可能对于 人类精神世界 思想世界的这种改变 比如说 现在这个公立教育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凭什么国家拥有对人民 这个进行思想改造权力 这个过去由教会或者是由当 由父母 由社会传统 也就是说当地的社会传统文化传统 这个形成了 人的思维是由文化和传统构成的 而不是由国家的现代教育构成的 这一点呢 法学论证是十恶不赦的 万恶的法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对于进步主义的追求 这点进步主义追求可以追溯到 我们可以追溯到1717年共济会成立的时候 理性之眼的诞生 就是今天美元之后 那个一美元现金之后 那个理性之眼 全知之眼 这个美元的设计者说 这个全是之眼 代表着上帝之眼 这是他放屁 这是他胡说八道 没有任何一个犹太教和基督教会 把眼睛视作上帝 或者是圣子或者圣灵的这个代表 这个是共济会 他们说这个眼睛代表上帝 没有基督教会 没有天主教会 没有东正教会 没有更正教会 没有新教会 也英国的英国的国教会也没有 把眼睛当作上帝的符号和表证 只有这个 这个眼睛的这个理性之眼的符号 诞生就是在共济会 而他就是用 他的意思就是 包括用理性替代信仰 推翻天主教君主制 跟推翻天主教教会的一个根本的 这点在18世纪耶稣会和本独会的那些修士 因为耶稣会其实是一个间谍组织 至少在18世纪 他很大程度上承担间谍组织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们敬爱的克莱蒙十四 要取消耶稣会 因为耶稣会经常充当双面间谍 他既从共济会内部盗取信息给罗马教廷 又从罗马教廷盗取信息给共济会 所以共济会大家都知道 共济会跟罗马教廷是死的 所以我们敬爱的耶稣会充当双面间谍 这就好像南北朝的僧人的时候 他们当然不是像现在CIA或FBI这儿的职业间谍 他们是等于是在各个九会啊 五会啊或者国家议会的时候 他们充当顾问的时候 因为耶稣会是经常在那个时代 是经常充当国家顾问 或者是各个领地的顾问的 他们不是编制内 不是罗马教廷的编制内 他们属于托拨修士会 这群人就像南北朝的僧人一样 在南朝打听点心 然后告诉北朝 在北朝就打听点心 然后告诉南朝 他们不是故意打听 就是在大家互相聊天 吃饭喝酒的时候 听到 然后知道知道 就告诉对方 然后对方会给你一些好处 给你一些钱 或者给你一些 让你去建一个教堂之类的 总之 他们虽然不是职业间谍 但是在那个时代 就是基本就是间谍 那个时代的耶稣会 还有一些本族会的修士 把万恶的共计会的阴谋 就是推翻天主教君主 和万恶的天主教会 早就告诉了基督 早就告诉了教廷 所以教廷 打死也不 就是打 就是说 一定要开除所有加入 共计会的成员的教集 是非常关切 当然在共计会到今天 好像跟天主教会 还是有死死死的关系 根据天主教的说法 共计会是恶魔崇拜 根据福号学上的看法 我认为说他是恶魔崇拜者 也不算栽赃他 也不算陷害他 这个共计会内部建筑的 异教的东西和 福号学上的东西 确实证明他们是 恶魔崇拜者 而且根据我阅读 这些从事间谍活动的 耶稣会修士们的很多文献 像我们敬爱的伯克 和阿克顿勋爵 英国保守主义者 他们发现包括法国大革命 和意大利统一运动 都跟共计会有很大密切的联系 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 主要所说的 共计会其中提倡的一个 就是用理性替代信仰 所以理性主义的先起 从组织上和金钱上 很多是共计会提供 至少很多天主教会 耶稣会修士是 比如说 关于 对了中国有一个学 中国有一个人叫何欣的 出了一本关于共计会 怎样统治世界的书 他里头关于法国大革命 和共计会之间的联系 那些材料有些是 从天主教会那抄来的 但是他的观点扭下 就像马克思关于 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这个观点 是超的德国普鲁士保守主义 但是他用引导 反向引导方式 用进步主义的方式来引导 核心也是这样 他的材料实际上是天主教会的 就是基督教保守派的 欧洲保守派的材料 关于共计会 因为共计会等于是 对天主教实力 它是一个革命党 是一个左派实力 那么他用保守派 因为材料只有保守派有 比共计会更激进的那些人 他们没有说共计会的材料 所以呢 他用保守材料来打击共计会 然后反向利用 说共计会怎么怎么 当然这个也是很难讲的 但是总体来讲 共计会的这个理性之眼 跟政教分离体系的概念 是有密切的关系 好 那么 当然了 意大利的统一运动 把罗马从教廷的手里 给夺走了 教廷变成了一个 也就是说 失去了士族政权的教廷 就好像失去了 外壳的乌龟 就是随时可以 或者失去外壳的蜗牛一样 就没有任何可以保护他的 而且支持罗马教廷的三位君主 我们敬爱的奥兄 奥地利皇帝 我们敬爱的法国君主 和我们敬爱的西班牙君主 全都在疑似万恶的 共计会引导的革命精神之中 被打得乱七八糟 被打得满地找牙 好 这样就是一个 包括拿破仑在内的 这样一些 不得不由引起 共计会经谋论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而从符号学来讲 共计会的上帝之眼 权势之眼和未完成的金斯塔 都有非常深的属灵意义 当然我今天就不多说他们 好 大众民主的实现 和包括共计会在内的进步主义分子 包括像福尔泰这样的人文主义分子 包括像 我们敬爱的孟德斯鳩这样的国际法和新法学精神代表的 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还有一些包括贵族这些推动社会进步的贵族阶级 他们制造了大众民主 那么很好 那么制造大众民主 就是说用大众的意念来控制国家的外交和政治 那么在古代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社会的人啊 一个酋长 底下就那么几十个青年男子 这几十个男人要打仗 要狩猎 要养家 要保护国家 那么他们当然要参与国家的政治建设 而且当时的政治也很简单 没有现在那些官僚机构啊 复杂的内政 复杂的外交系统 很简单 大家都能理解 也就是说 每一个成年男子在原始部落里头 他都是一个议员 都是一个长老这样的 像罗马元老院里头元老一样的这个功能和成分 所以他们在搞民主是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球长当然要听一听 每一个部落勇士是怎么看待 我们比如说跟周围的邻居要打仗 我们几点打仗 从哪打 是从东边打还是从西边打 这都是 这就是古代的民主啊 非常简单 也不需要太 太复杂的学知识 那么当然了社会机构越来越复杂 民主也就更复杂 比如说举些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 我们看到法国跟德国 这次啊 法国领导人 德国领导人 对于乌克兰 包括我老人家本内啊 本人在内啊 我老人家现在 希望乌克兰 建好就收 那 别把俄罗斯逼到狗鸡跳墙 当然现在我们简单的整理一下 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之间 对于现在这个战争局势 外交的这个妥协的这个 这个条件 乌克兰是这样 泽连斯基是这样的 他是这个意思 第一 乌克兰要加入美约 俄罗斯不能干预 第二 乌克兰要收复克里米亚 原先在2014年被吞命的土地 俄罗斯应该归还 这是最基础的两个条件 当然了 在战争结束之后 乌克兰很可能向俄罗斯 这个要求战争索赔 或者说是 这个 可能是还有一些更加的这些啊 这个 苛刻的条件 但是这是两点 乌克兰现在来讲 要想弹劾 必须要有这两点 那么这两点是普京和俄罗斯主义者 都不可能接受的 注意不是普京个人不愿意接受 普京本人当然 他个人不愿意接受 但是俄罗斯人也不愿意接受 把吃下去的吐出来 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 普通的俄罗斯人可能理解不了 意味着什么 但是要让俄罗斯人把土地吐出来 这点是任何俄罗斯人都能听 听懂的 当然俄罗斯有一些在红场示威的 在东宫示威的说 我们不要入侵乌克兰 这里在俄罗斯人里绝对属于少数 如果你做一个俄罗斯的全民普查来讲 我相信至少70%的俄罗斯人 是不愿意把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的 所以普京在这点上绝对有名义的 普京的条件呢 普京因为现在已经打了败仗 所以说他面子上丢了很大人 他愿意接受一个恢复到战前状态的一个协议 但是乌克兰要给我赔礼道歉 或者说说几句软话 第一点就是乌克兰永远不能加入北京 这点是乌克兰你要在口头上给我承诺 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的边境不变 当然了普京可能蹬鼻子上脸 还要说原先在东部的 比如像顿巴斯地区的这些俄裔居民 我们要把他们弄回到俄罗斯 以好以好对付 就是给那些狂热的大俄罗斯主义者进行一个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交代 因为你已经丢在国际上丢了人了 占了败了 实际上是等于是输了 你如果不显示出我们并不是输 我们只不过出于悲天悯人的基督教精神 不愿意再打这场仗了 不让更多的血流了 我们把我们原先的俄罗斯人招回来 好吧 我们不改变国境 我们只改变人口流动 这个总算可以吧 俄罗斯要面 泽连斯基也要面 泽连斯基要面 就是说我们打这场仗 我们现在正在胜利 我们正在反共导算阶段 我们怎么能在眼看情势大好的情况下 继续让你们俄罗斯人 能得到面子上的虚荣呢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们 这就是大众民主的不可救药性 如果就像我们在我们伟大的18 我们伟大的18世纪 19世纪的时候 我们敬爱的梅特涅清王 和我们敬爱的塔朗叶这样的外交官 他们会怎么做这样的事呢 他们肯定会极起马加尔雅维利的勾结 因为乌克兰本身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西方的书 西方如果给他断了 这个资源的支持 他立刻就玩完了 普京呢 俄罗斯有一点本钱 但是俄罗斯的本钱 跟西方全西方的这种志愿 他肯定是打不了 而且普京本身内部 国内的这个俄罗斯的人口 等等等等很多的问题 他自己是 说他单独征服乌克兰 那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让他对付 被西方武装起来的乌克兰 他还是很有问题 而且普京这个人 最大的问题 他自己不懂得打仗 他的很多战略布局 都是愚蠢和错误的 所以这也是他 一直双方在顿巴斯 在各个地区 互相纠缠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 在军事上来讲 乌克兰实际上是凭借外力 这点对于19世纪的外交官来讲 依靠着外力来去跟别人打仗 这根本就是不能长期维系 当然19世纪也没有那样的国家 所谓国际援助 就是说我们清晰全能的 我们非要保护你 就没有这样的 这么愚蠢的大国外交 没有这么愚蠢的列强 但是因为大众民主的缘故 大众告诉 像法国和俄国领导人施压 自由的乌克兰 正在被专制着俄罗斯进攻 我们作为自由的同盟 我们自由国家同盟 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 跟我们意识形态 完全一样的乌克兰吗 这种事情在19世纪 18、19世纪 是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出现 英国人不会因为 我们伟大的波兰 是地球上第二个立宪国家 拥有一部国家宪法的国家 被三强瓜分 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 瓜分 因为波兰立陶宛联邦 是一个伟大的限制国家 而十恶不赦的普鲁士、奥匈帝国 和俄罗斯是君主专制国家 我们就要为了这个伟大的限制国家 像我们英格兰一样 伟大的限制国家来输入资源 给波兰立陶宛帮助他们抵抗万恶的 专制君主的土 大英帝国的统治者是这么对波兰特使说的 妈的干我屁事 俄罗斯人在华沙杀人干我屁事 这明明是你们自己波兰人自己的事 好不好 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如此遥远的华沙 他们杀几个人也好 或者是不杀几个人也好 请问你到我这来 让我帮助你 我们大英帝国难道要负责全世界 被弱小弱小民族 被强大民族所吞并或者打仗 都要我们大英帝国去援助吗 那样的话我们还 我们还能存在吗 所以说当然了 法国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意识形态 尤其是在大革命以后 法国就是一个比较强意识形态的国家 但是在我们敬爱的拿破仑三世的时代 法国的外交也不会愚蠢到 用法国自己的国律去支援弱小民族 什么时候能会让列强和大国的外交政策 愚蠢到这种程度呢 那就是我们敬爱的大中民主时代 大中民主的时代 因为刚才我说的上述意识形态的问题 导致人民在外交上采取意识形态领导的愚蠢方针 强迫他们的国家领导人 为了意识形态而付出沉重的障碍 同时因为意识形态付出的沉重障碍 人民又不愿意买了 这就是人民像所有绝对专制的君主一样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房 我们是希望帮助乌克兰 支援乌克兰 但是我们不希望国家花纳税人的钱 这就是大中民主 好我想问一下 这种大中民主跟习近平有什么区别 好像没有任何区别 习近平说清零政策一定要贯彻执行 但是你们不能妨碍经济发展 大中民主说 我们支援乌克兰一定要好好地支援乌克兰人民 抵抗独裁的普京 但是我们不能用那些人的国库里的钱 请问政治家难道是变魔术的吗 他们难道像耶稣一样能五鱼二饼的喂饱多少人吗 所以这就是法国的政治家当然很清楚 从现实的外交政策来讲 他当然清楚 妈的乌克兰人 虽然乌克兰可能要死一些人 但是乌克兰打仗花的钱 可是花的妈的我们欧盟的钱 花的是我们西方国家的钱 他们花着我们西方国家的钱 用着我们西方国家的武器和资源 他们打仗 那当然打得很开心很货 而且还有美国的情报支援着他们 他们自己除了出人力和组织以外 基本就不负任何代念 他们当然是打得越多越好 打得越长越好 妈的花的可是我们的钱 你们这帮傻逼老百姓 我不能跟你们直接这么说 我当然要跟万恶的泽连斯基说 你可不要把我们西方绑架在你的战车上 想要通过你打仗 你获得了荣誉 获得了尊敬 获得了全世界自由社会 自由人民的爱 花的却是我们的钱 而我们呢 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花这个钱 说了几句心里话 又被这些万恶的费拉右派 和这些天天只知道自由民主 所谓的不当家不知油盐贵的这些傻逼们 骂作事跟普京购合 跟普京有一腿的万恶的西方白左 妈的 有天理吗 我真是比斗鹅还要圆 马克龙和夏尔茨 简直比他们斗鹅还要圆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龙和夏尔茨 好像偏谈普京 他们并不是偏谈普京 当然了 他们如果说从简单的国家外交政策上来讲 他们当然不希望乌克兰问题深入化 长期化 复杂化 混乱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们也可能遇见到普京的虚弱 因为普京在这个乌克兰打这场烂仗实在是太丢人了 如果普京失败 那么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各方势力就将蠢蠢欲动 亚尔塔体系之后 苏联虽然坐在西方的 在亚尔塔体系里 苏联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 虽然在整套国际体系里偶尔充当捣乱者尤其在经济方面和北约的布局上充当捣乱者的角色 但是在于整体的全球化的国际局势中 实际上苏联和俄罗斯是不可分裂的一部分 因为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从来就没有打算管理高加 北高加索三国和万恶的遥远的亚洲大陆的腹地 就是中亚五以及北伊朗 还有当然包括我们今天敬爱的巴格大的伊斯兰国所统治的那些 还有敬爱的塔利班所统治那些乱七八糟的山地部落民那些 也就是亚洲最核心亚洲大陆 离着西方海洋文明 英法体系传统代表的海洋文明 极其遥远的内陆地区 这片烂地的秩序是要由苏联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维持 如果俄罗斯帝国倒台 那么亚尔塔体系当然就会崩解 亚尔塔体系所带来的 包括冷战经济学在内的全球经济一体化 必然会受到遍地张献中 遍地巴格大的 遍地恐怖组织 军阀势力的这种混战 海洋帝国的文明也没法做生意 在这个情况之下 俄罗斯的瓦解对于欧洲 和享受了全球后冷战时代福利的 当然以法国跟德国为主要代表的 这个欧盟是不利的 当然对美国也是不利 但是对于欧盟的不利 大于对美国的不利 美国是军事帝国 它无论如何不会输得很惨 但是欧洲则不一样 欧洲 欧盟是非常脆弱的 首先法德作为欧盟的 主要维系着欧洲的国家 也就是说 法国跟德国实际上是欧盟的秩序输出国 主要输出经济繁荣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意大利跟西班牙他们的钱 他们的生活财富 如果没有欧盟一体化 他们的生活水准是远远达不到今天这种水准 他们凭什么达到了跟法国德国和北欧 其实生活条件并不差距太大 这种生活比较 当然他们在GDP上差距挺大 但是实际上生活水平并不差距不大 当然就是我们敬爱的德国中央银行 所超发的信用 借贷给 相对于法国跟德国信用等级要差一些的 西班牙和意大利 这样的国家 完成他们的生活标准 当然了 像希腊那样的垃圾 垃圾信用的国家 他们凭什么生活达到德国的水准 当然就是这个脆弱的体系造成的维持 这个脆弱的体系 如果没有法德 当然也需要有美国的背后的帝国的支持 没有法德这个刺激带领人的经营 这个系统是没法玩着转的 那么在政治上 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政治上是强国 在世界上属于强国 但是在经济上 他们跟法德还是没法比 他们甚至比不了比利时和荷兰 比利时和荷兰 当然包括北欧那几个国家 在经济上是强国 但是在政治上 他们远远比不上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国际上的地位 所以像意大利就是G8的一个成员 但是我们敬爱的荷兰和比利时 更不用说卢森堡这儿和瑞士这儿的国家 他们的GDP他们的人均和他们的财富还有国家信用 不知道比那垃圾的意大利信用是高多少倍 但是他们并不能在国际政治上发言 而意大利在国际政治上 在欧洲政治上和国际政治上发言的权力 都是要比那几个经济强国大得多的 这就是说政治跟经济是不完全同质 在欧洲这个地盘上 我们不能把英国算欧洲 在欧洲这个地盘上 政治和经济同等强大了 只有法德这两个 但是德国是被去武装化了 德国在正 因为二战他有政治不正确 所以德国呢 尽管政治和经济都很强 但是他还必须依靠法国 在二战中的伟大的正确政治的 政治正确的国际地位 和他的雅尔塔体系 以及继承了万恶的法尔赛体系 和万恶的维也纳体系的 法兰西传统为依靠 因为欧洲的中心是巴黎 而不是伯爵 所以必须凝聚在万恶的法国中心 才能使整个欧盟国家聚集在一起 这里的当然像西班牙这样 自古以来 至少是自我上次说的 菲律佩武士以来 自播放方程以来 西班牙就紧随着 法国的国家体制和政策体制 以及经济化和农业化的这种 就是农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小弟 西班牙的王室和后来的共和国 都是效法万恶的法兰西的这套体制 对于西班牙人来讲 或者是对于葡萄牙人来讲 德国对他们影响是非常少 但是法国对他们影响是非常大 所以要凝聚其整个欧洲 必须由万恶的法国 作为欧盟的全权代理 所以法德两个国家 代表了欧盟的核心利益 根本利益 注意 法国人说话并不单单是为了他自己说话 他有一部分是出于整个欧洲的利益 所以欧洲利益在这点 跟美国当然是完全背反的 美国 俄罗斯跟乌克兰大的越热闹 美国人是越开心的 但是对欧洲来讲 那是极其的不妙 这就是为什么费拉右派他们 因为费拉右派大多数生活在什么地方呢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些如此遥远的实行大 实行普通法系的 万恶的这些普通法系的这些国家 正如我们伟大的欧洲的那些传统外交官 像我们敬爱的梅克尼西王 我们敬爱的 这个这个这个 塔朗石链的人 塔朗月链的人 还有 我们敬爱的比斯迈亲王所说的 万恶的英国人 他们因为英吉利海峡的庇护 在我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就进来横发一笔 爆发一笔战争财 等我们彼此平静的时候 他们又躲在大海的背后操控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庭 妈的你们英国人是最坏的 我们最恨的就是你们英国人 好欧洲大陆的反英情绪 反昂格鲁 萨克逊的情绪 跟英国一直充当欧洲大陆外部的一颗操纵者 是有密切联系 这个万恶的 昂格鲁萨克逊的传统 被我十恶不赦的美国人继承了 所以欧洲人非常反感 反感美国 原因是很简单的 因为美 因为就是说以海洋文明 以昂格鲁萨克逊传统文明为代表的这套 普通法系的这套文明继承者 他与欧洲大陆内部的政治力永远是相违位的 而欧洲大陆又无可奈何 对他无可奈何 所以产生了极大的抵制和负面情绪 我相信除了英国以外 欧洲大陆以外 所有的欧洲国家 包括爱尔兰这些国家我不说 就是说欧洲国家 在大陆上这些国家 没有几个人是真心喜欢 或者会喜欢美国人 反正我接触到喜欢美国人的都很少 有文化上的原因 其实还有一个主要就是利益上 美国人的利益跟欧洲大陆的利益永远是相反 正如英国人的利益跟欧洲大陆的利益永远是相反 好了 当然这也不证明法国人或者德国人的利益 跟欧洲大陆的利益是相同的 这是很复杂的 那么英国这个法国人跟德国人说的这些话 是为欧盟发言 所以在费达右派那群 并不处于欧盟国家的这个环境体系里 他们当然不会觉得这个他们当然不能理解 马克龙说那些话什么意思 他们会歪曲的把这种 实际上是很符合欧洲利益 也很符合法国人利益 也很符合西方文明利益的东西 从文明本身的利益来讲 建好救收这显然是外交的一个非常非常常见 在中世纪自古以来 欧洲的这些各个大贵族战争 自古以来就是搞建好救收的 所谓 敌人若潜逃 为搭金银桥 什么意思呢 人家敌人大败仗已经跑了 你要搭好金银一样的桥梁 让他们攻他们逃跑 不要把他们逼到狗急跳墙 跟你争个鱼死网坡 贵族政治和贵族战争 还有贵族外交都讲究的是一个 不要搞鱼死网坡 大家都是贵族 大家都是体面人 不要像下等人一样 像他妈的街上霍霍打架那样 流氓无产者一样 就像唐山那帮流氓打架一样 那是很不体面的 贵族打架是要讲体面的 不是要搞个你死我活 鱼死网坡 大家打一场仗 你死了20个人 我死了40个人 我觉得我亏了 我赔了 我不想再死人了 好吧 我们提一个战争 提一个外交协定 我承认你在哪个庄园里头有权利 我放弃这个庄园 好了 咱们以后别打了 好不好 我也不愿意因为一个庄园 再多死几百个人 实在没必要 这是欧洲的外交 传统的欧陆的外交规则和外交政治 当然了英国人也当然属于欧盟 欧陆的一部分 在这个外交跟政治上 军事上 他们是传统是一样 但是 欧自从万恶的英吉利海峡 就是说法国收复了全部的金雀花王朝的土地 万恶的英国人百年战争被赶回了他的英格兰老家 英国人就改变了他的长期外交政策 也就是说 他激动欧陆的人 你们最好打的一丝网坡 你们死的人越多越好 我老人家是不会进入到万恶的欧洲大陆的 我老人家只要把握好英吉利海峡的门户 只要比利时和卢森堡这样的国家掌握在我手里 阿姆斯特南不能掌握在法国人手里 阿姆斯特南不能掌握在法国 那么只要这几个海角 像驴北克或者说是汉堡这样的城市 只要能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 或者掌握在自由共和国的手里 那么你们欧洲大陆怎么死 都死光了 我才高兴 所以这样的政治外交必然引起了欧洲列强对英国人的无尽仇恨 那么这个情况下 英国改变了他的传统外交 贵族外交 也就是说 你们死的越多 我越开心 而因为他也不再干涉欧洲大陆的问题 对于欧洲大陆来讲 英国人确实就像很多人说 英国就是在欧洲大陆一直在绞一个绞活虫 一个到处这个制造灾难的坏蛋 这是普遍欧洲老欧洲人 也就是说17 18世纪的老欧洲人 到19世纪的欧洲人对于英国人的看法 今天美国人又来这一出 所以欧洲人又恨得牙痒 当然因为欧洲人已经没有实力去跟美国对抗了 所以他们也很无奈 马歇尔计划实际上拯救了欧洲 这点是所有欧洲人都心知肚明的 美国人不出钱 我们早就被赤花 这点欧洲人是心知肚明 但是欧洲 因为他坐在他的位置上 他的利益永远是跟美国不能同步的 这就出于所谓你坐在什么位置上 你就该怎么思考 在这一点上什么民主啊 自由啊 人权啊 什么全都是狗屁 全都一文不值 不能让战争的火焰燃烧到欧洲大陆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不能使东欧长期的沼泽化泥潭化 然后使波兰武装 如果波兰武装的话 德国人肯定会想着 妈的你说你是对付俄国人的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准备吞命我的呢 或者是对我不利的 波兰如果武装 德国就要武装 德国武装 法国就要武装 法国武装 全欧洲人就得武装 所以说这个是万恶之口 是万万不能开的 一旦开了 后患无穷 当然了 傻逼吃瓜群众和费拉右派 是不明白这里头的多米诺效应 他们把欧洲领导人说成白嘴和白痴 是充分显示他们自己对政治的低能 那么第三点就是他们也不愿意俄罗斯 这个瓦解 俄罗斯一旦瓦解 对于欧洲肯定是百利而不一害 对于整个世界的局面 其实对于欧洲来讲的伤害不如对于亚洲的伤害 亚洲伤害肯定是更大 但是亚洲人也没有选择的 欧洲人有点选择于此 因此我们敬爱的马克龙同志和我们敬爱的肖尔茨同志 善意的劝告泽连斯基 要学习我们欧洲贵族外交的古老智慧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不要把人逼到狗鸡跳墙 跟你玉石俱焚 你难道真的以为 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人 把他逼到了极处 发了疯 俄罗斯跟你玉石俱焚 你能捞到什么片 你还能占到什么便宜吗 妈的那时候 我们别说欧洲人连美国人都照不住 俄罗斯人要发了疯 但美国人也照不住 你最好好自为之 这话是 现在乌克兰人听不懂 也听不进去的 泽连斯基懂不懂这套 我是不明白的 但是泽连斯基从他自己的战争英雄的角色来讲 他也没办法听欧洲人 因为对于 这个万恶的民主社会里头的 这个主权来源者 也就是万恶的人民来讲 人民是听不进真话 人民说我们现在已经节节胜利了 我们现在节节进攻 胜利的号角 吹遍了乌克兰东部的每一片土地 我们难道不要一学八年前的耻辱 收复我们伟大的克里米亚 他不知道收复克里米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可能是俄罗斯解体 但普京肯定是死定 普京现在无论如何都死定 对于俄罗斯来讲 可能是俄罗斯解体 可能是东欧大乱 因为一旦乌克兰收复了东部 今天东欧的力量就会发生改变 不要以为民主国家之间 民主国家的上升会导致 我们敬爱的埃尔多安土耳其 会哈哈哈哈觉得 现在民主罩住了克里米亚 我们现在安全了 俄罗斯不能威胁我们 绝对不是这样 对于万恶的英国人来讲 如果万恶的法国人十恶不赦的 打进了弗朗德斯地区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武装 普鲁士人来帮助我们对抗 万恶的拿破仑和万恶的拿破仑三世 很好 但是如果普鲁士人攻占了 低地诸国的某些重要的地区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联合法国人 或者奥地利人 来对付十恶不赦的普鲁士人 我们根本就不管普鲁士人是什么 正统君主 还是拿破仑三世是他妈个建筑 对于我们英国人来讲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海角 这些重要的港口 尤其是掌控在自由市或者原先古老汉萨同盟 这些自由市掌控之下这些地方 不能让普鲁士人或者是让法兰西人占领 其余的你们之前死多少人 你们之前谁打谁 你们谁是正统君主 谁是建筑 谁是革命者 谁是正宗的天主教国王 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好吧 当然了如果你真要把天主教世界消灭了 英国人也是不能坐视不安 所以威灵顿公爵才把万恶的拿破仑一世给铲除了 因为他不能坐视天主教势力在欧洲被铲除 这是英国少有几次打的意识形态战争 当然了你说它是意识形态战争也可以 你说它是地缘政治战争也可以 因为拿破仑坐拥欧洲对于英国也是不利 当然后来英国人是拿这个一直跟欧洲人说事 说没有我们天主教就被毁灭了 是我们拯救了天主教 你们他妈的还不感谢我们伟大的威灵顿公爵吗 好吧 这就是贵族政治贵族外交的这种体系 那么我不管就 我才不管谁是民主的 谁是专制的 普京是专制的 乌克兰是民主的 这个anyway这点对我不重要 对于爱尔多安来讲 乌克兰人也是敌人 如果乌克兰足够强大 乌克兰就是土耳其的敌人 俄罗斯当然一直是土耳其人的敌人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敬爱呢 我们敬爱的波兰人 在这个时候 你今天看到波兰人跟乌克兰人好像好铁哥们一样 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被波兰征服的 这里还有一个歧视链问题 就是说俄国人为什么绝对不愿意让乌克兰人战胜 就是说 而且这两种歧视链是正确 就是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歧视链的这个认知是非常正确的 俄国人从歧视链讲 比立陶宛人和波兰人要下一眼 但是比那些万恶的跟亚洲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乌克兰人还是要上层一天的 乌克兰人自古以来就是土耳其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的被征服者 波兰人强大就把乌克兰人打得满地上呀 立陶宛人够强大就把乌克兰人打得满地上呀 同理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也是那样 也就是说 乌克兰是一个万年殖民地 自古以来 自有史以来 自我们伟大的俄罗斯征服了万恶的波兰立陶宛大公和波兰立陶宛年邦以后 你们乌克兰就是我们沙皇的碳囊 这个囊中之物 今天你们反而要找我们吞并我们的土地 想要让我们把土地吐出来 妈的其佣死里 吓的人翻身跑到上的人头上来了 适可忍孰不可忍 俄罗斯人绝对不会允许乌克兰人骑在自己的头上 当然了波兰人打心份里也是看不起乌克兰人 欧洲人没有一个人会把心份里看得上乌克兰人 因为你只要阅读乌克兰的历史 你就知道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被人殖民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哪有什么民族尊严可能 同样 万恶的塞浦路斯 他们对于 对他们来讲 克里米亚在俄国人手里 可能比在乌克兰人手里还要好一些 对于万恶的罗马尼亚 和万恶的匈牙利的人来讲 还有万恶的保加利亚人来讲 他们对于克里米亚的问题的态度都是不一样 所谓相关国家 地理上的有地缘政治的先缘国家 他们对于克里米亚的态度都不一样 这样按照大众民主的解决方法就是 我们是民主 我们是正义的 所以我们占领克里米亚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关心地缘的那些 脑子冷静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他们才不看到底谁信奉民主 谁信奉自由 谁他们信奉专制 这块地区在俄罗斯人手里头 有多少多少在俄罗斯手里 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 有多少多少在乌克兰人手里 在对我们有利 有多少多少是让土耳其人接完 对我们更好一些的 这当然都是各自国家 有各自不同的间谍的 当然最后还是要看打出来 谁打出来的 但是打这个问题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法国人和德国人已经看出了 打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来 对于他们自己是 对于欧洲人来讲 咱们都是输 乌克兰地争战争 无论是乌克兰人赢 还是俄罗斯人赢 对于欧洲人来讲 都是输的 对于美国人倒是无所谓 就是正午五千 我说过 对美国人来讲 他们都打成什么样 都打烂了 美国人也只有占便宜的份 绝对没有输的份 就像法国人跟德国人打烂了 英国人只有占便宜的份 没有输的份 这就是他们 这就是普通法系国家 一个好处了 大海民 航海民族 或者是英格兰传统的 这个外交方式的一个 极大的隶属了 那么卷入 拜登不卷入到乌克兰认识 是非常明智 这点并不像傻逼费拉右派们 所说的 拜登已经老糊涂了 或者拜登是白左 拜登跟普京穿一条裤子 或者拜登是什么 邪恶的 怎么怎么样 魔鬼 他怎么怎么样 是上帝的敌人 拜登他老人家 作为为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老人家 奉行着传统的 英格兰法系的这种 外交政策 是极其 马基亚维利和狡诈 而法德和英国 实际上是非常 在这场战争里 全都是输家 因为他们介入到战争 介入到战争就是输家 为什么他们被裹挟的 介入了战争 就是因为可敬的大众民主 造成 美国虽然也宣称大众民主 但是美国是精英政治 而西方的社会 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 搞了一百多年 确实把大众民主 伸入民心了 而且确实给了人民很多 至少在舆论上 人民上舆论上 这个权利就不得了 马克龙刚刚替俄罗斯 说两句实话 法国人就对马克龙 这种穗净政策 立刻感到不满 妈的 你还是法国人吗 你还是一个正统的法莱西 我们法国人 自1848年以来 我们就宣誓保护那些 欧洲的弱小民族 我们是欧洲弱小民族的 解放者和保护者 我们是全世界受压迫民族的守护者 当然了 法国人 被法国人解救和解放的那些民族 在独立以后过得比他们 没被解放和解救更加悲惨 这点法国人是从来不提的 我们已经满足了我们伟大的 自己的自我意人和自我满足那种感觉 完成了我们的虚荣心 这个就够了 我们从1848年就保护众小民族 我们伟大的拿破仑的传统 我们伟大的拿破仑三世的传统 我们伟大的法莱西 五位共和国的传统 被你 你今天还没让你派兵打仗了 给点钱 你就叽叽喳喳的 叽叽歪歪的 像什么话 我们法国人掏不起这点钱 但是不能掏我们纳税人的钱 属于这样的 那么大家在舆论上一面一发酵 当然了马克伦和他的政党就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 我不能冒着在下一次选举或者是下一次的各地方选举里头失去多少议席的危险 我的党派失去多少议席的危险 这个情况下再说实话 我当然了为了长期的欧洲的利益和长期世界和平稳定的看法来讲 应该搞妥协政治和遂境政治 但是从短期的我的党派在各个大省各个议会里头的选举来讲 我是一句实话都不能说的 我要像那些狂热的讲意识形态的傻逼一样 狂热的支持色列斯基 狂热的支持乌克兰的自由军或者狂热的能怎么样 掏钱有有多少钱 我们找德国银行贷款或者找美联储贷款或者找任何国家贷款 贷出来的钱 我们以后20年以后贷款 反正那时候我已经下台了 我已经不当总统了 那个时候你们法国人你们不是要支援乌克兰吗 好让你们自己的儿孙还债吗 到时候你们的儿孙饿死 那就不关我的事 你们现在不是借着钱也要去支援乌克兰吗 好我们找人去借钱 我们找美联储贷款 反正不管从哪借钱 法国人是能借着钱的 德国人也可以借钱 德国中央银行可以放更多的贷款 我们借更多的钱 打更多 制造更多的武器 打更多的仗 完成民主一步又一步的胜利 然后让你们的子孙后代 因为还不起仗 像我们敬爱的天使博士 梁家河的沙士比亚 习近平所说的 都是有一笔账记在那儿的 这笔账你打算你借完了不还 是吧 我告诉现在大家全球有多少债务 今天全球有226万亿美金的债务 去年美国的全国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是22.95万亿 美国人不在借 在不在借钱的情况下 不吃饭 不消费 不娱乐 什么都不干 挣出来的钱全用还债 美国人得还10年 而全世界的债务 都是靠着美元的信用去超发的 然后你们现在这群傻逼的 信民主的这帮傻逼们 你们还要借钱去支援打仗 你们就继续借了 等着借了 反正我们明白人 我们这群 想要负点责任的 像我们敬爱的马克龙这样的人 刚说了几句就被打成了反动牌 这就是大正民主的外交的不可救药性 当然了 这一代就像阿姨祖父写所说的一样 一代人做出的选择对自己的影响是极少的 对他们的儿孙后代的影响是极大的 现在你比如说四五十岁或五六十岁这群人 或者是中间选民 因为欧洲人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45岁左右 像法国法国40岁左右 西班牙45岁 西班牙意大利都45岁左右 平均年龄 国民平均年龄已经达到这个年龄 多么恐怖的数字 他们到二十年后六十多岁 活一辈子值得 就算没钱了 饿死了 自己找根绳子解决的问题就完了 但是他们的儿女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今天刚刚出生的孩子们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要找根绳子上吊 就因为他父辈的沉重债务 把整个国际的 肯定是欧洲的经济肯定是完蛋了 整个国际的债务压在这一代可怜人的身上 他们无论挣多少钱都还不上他们祖先给他们留下的债务 他们怎么办 只有夏洛特的还不起钱 我叫割你一磅肉 这种伟大的点 所以这就是你们大众民主最终选择 选择来选择去给自己选择出来的最后一条代价 这是无法避免 这是不能避免 因为你坚信你是上帝 你坚信你所认为一切正确的是符合上帝 或者是跟上帝的法则相一致的 那么你把自己已经当做上帝了 你已经把你自己的认知和理想当做上帝的法则了 你没有去读一读圣经 不知道所有人都是罪人 人民是二十世纪政治学最大的谎言 他把人民包装成正确的 这个可不注意 不管是西方 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么说的 人民永远正确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人民的声音是正确 我们要听从人民的声音 这点无论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还是共产主义 他们都包装了人民这个词 人民是二十世纪政治里最大的谎言 因为他根本违背了犹太基督传统里 所有人都是邪恶的 或者都要迈向邪恶 只有一位好 就像耶稣所说的 世界上只有一位是啥 就是创造万物的主 你们若背离了主 你们认为的是对的是好的 都将把你们引向毁灭 而你们在踏完毁灭的道路中 还以为你们做的是正义的事业 就是因为无耻的政治家 他还有一些阴谋家 还有一些想要篡位者 等等等等 互相勾兑 制造出了这么一个幻觉式的 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的 一份外表包裹着糖装 外表包裹着巧克力 但内内在却是极其邪恶的一份毒药 这么一个糖果 放在你面前 这个就是人民和民主 人民和民主 就是20世纪政治语言体系里 最大的谎言和欺骗 在这点上 我们还不能说共产党特别是恶不说 因为在这点上 共产党是跟西方 从哲学源头来讲 实际上是一个地方 就是18世纪理性主义猖獗 要用理性替代信仰 要用判断 经验性的判断也好 先念性的判断也好 替代古老智慧的法则 和古老祖先历代历来 流传下来的上帝所训绘出来的这种天启 也就是亚伯拉罕诸教跟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 或者跟其他的习惯法有什么区别 就在于亚伯拉罕诸教的习惯法是天启 而不是人的传统 源头都是热力 散开了不同的职业 有资产阶级伦理 有社会主义伦理 有社会民主主义伦理 有 当然还有列宁党伦理 有共产主义伦理 有不同不样 进步主义伦理等等 但是他们的源头都在罪恶的18世纪开发结果 在万恶的20世纪 长成了参天大树 而21世纪就是买单的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为18世纪 19世纪的这些罪恶 概念上的理论买了一部分的单 或者说就算把账单付清了 但是从二战结束以后 这几十年的账单该谁付呢 就是下一代来付 或者我们这一代来付 反正不会时间太晚 这就是长期以来博弈的一个下场 当然了 我说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绝望的 就是说你没有任何方式 不要说我住在欧洲 你住在美国那儿可能 或者住在澳大利亚这些 我刚才说的英美法系的国家 可能会比较幸运 躲避了战争战火的蔓延 但是根据上帝的人词和公证 我相信这一次上帝并不会放过你们 所以所有人都要准备好 接下来的一次大洪水和审判 这一点我跟伟大的中国人民 我和伟大的中华民族是共担命运的 当然你们的命运可能更提前的到来 比如说五年以后 习近平就要给你们整得七七八八 我可能是15年后或者20年后 面对这份跟你们相同的命运 当然也比你们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总体来讲上帝还是非常公正 上帝虽然延迟了我一部分的 但是该还的债还是要还的 中国人民保持好自己心态的平衡 不要说你们这些万恶的西方人 你们他妈活这么舒服 让我们来承担这份罪恶 并不是上帝是实 在这一点上上帝是十分十分公正 好了这就是今天关于我所说的大众民主 以及大众民主外交的一些问题 从乌克兰这件事件里 我们就能看出这个端倪 好了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就说到这 我们下次再聊